一日猶豫落石变调 旅客目睹砸车吓坏 就一身一样的吓吓 会车爆炸的 今天下午在花莲中滕公路 响绿隧道口 发生落石砸进游览车意外 造成一丝四伤 落石就直接砸中游览车 都没有意境对不对 据了解这辆游览车是蝶莲花旅行社 从台北到花莲的单日旅游团 团员共34人 每人费用600元 行程预计从白羊步道 一路游览到水田洞 没想到就在路程中遭遇了意外 我们继续走 因为有些后续的我们公司会处理 事后苹果记者来到旅行社 在台北的位置询问状况 我们有太能够去了解 协助看警方他们要怎么样去做了解 基本上都有保意外的钱吗 当然都会 20万的医疗 200万医疗 这个然后再等老板他们来做指示 武发中心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